接下来是我们这节新闻的全球现场时间了 更多的内容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韩宇 大家早安首先关注的国际大事 聚焦在四年一度的世俗赛正式登场 开幕战动道主卡达对上厄瓜多 不过卡达却没有发挥主场的优势 在开幕战就输给了厄瓜多 卡达这一输呢其实是直接打破世界杯92年来 地主国不败的传说 成为第一支在开幕战就输球的球队 那么其实呢地主国不败的传说呢 就是作为东道主的国家 在开幕战上一定会赢 因此卡达也成为传说中的例外 最终呢厄瓜多是以2比0击败卡达 另外呢其实在开幕赛中 厄瓜多33岁的前锋瓦伦西亚 他也意外地成为球场上面的焦点 因为呢他不仅是本届赛事首位进球的球员 而且他单场就攻进了两球 成为厄瓜多击败卡达的一大功臣 那么瓦伦西亚呢他在16分钟 靠12码罚球建功进了第一球后呢 所有的球迷呢其实都在台上 是赶快欢呼尖叫的 但是呢场外的粉丝没有办法进去 却在外头与警察爆发了一些小小的冲突 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大家都很想挤进球场 又推又挤的 还有人直接跨过栏杆 一旁的警察呢因为人实在太多 大家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的想栏都是栏不住的 那么根据路透报道呢 可以容纳4万人的球场 当时是试图进场的 人数进来高达了两倍 警方当时呢至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疏散粉丝 那么这一次比赛呢也将引来 几个球员的最后一次 那也就是梅西内玛尔和西罗的最后一战 梅西对于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 他捧起了大力审杯表示 自己还是会担心来自欧洲和南美的强敌 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被视为夺冠的大热门 包括超级电脑在内的模拟预测呢 都认为阿根廷会夺冠 为梅西划下足球生涯的完美据点 而梅西他个人在捧杯之后呢 也有机会缔造多项记录 包括成为在世俗赛出赛最多的阿根廷人 出赛最多的队长 以及成为阿根廷队在历史上 进球最多的进球王 那么接下来的二十几天呢 全球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这个沙漠国度 尤其是他耗资将近2300亿美金 打造的最贵体育场 包括七座球场 一条连接体育场的地铁 还有医院饭店购物中心等 造价是将近2300亿美金 远远超过上一届俄罗斯的116亿美元 那么四年一度话题满满的士族呢 当然也有不少的首次 像是首次由伊斯兰教国担任主办方 但是呢也因为信仰问题呢 国际足联呢 他在18号的时候就突然宣布了禁酒令 宣布呢八个场馆的周边呢 是禁止贩卖酒 含酒精饮料的 唯独VIP的包装是不受限 那么消息一出呢 当然立刻点燃球迷的怒火啊 因为士族不可以喝酒 大家都觉得气氛都没了 而且呢更让球迷不满的是 国际足联呢他是在开幕前的前两天 才发布这个消息 所以大家根本就措手不及 不过呢身为士族长期的赞助商 百威呢他的立场又更尴尬 甚至呢他也在推特上面写到 嗯尴尬了 似乎呢就是在回应这个禁酒令 不过呢百威推特账号呢 几分钟之后他就立刻删除这个贴文了 那么现在呢其实没有 有现在球场上的焦点 也就是通常会穿着比较火辣的大扫团呢 他们也不可以再这么火辣了 同样呢因为也是信仰的问题呢 士族协会他在先前就已经发出通知 要求球星们他们的另一半 不可以穿得太过暴露 也不可以和球员同住等 那么尽管球场上呢 现在少了一些这个小小的亮点 但是呢这个世界悲伤呢 也是首次出现了女性的裁判 包括了法级的卢安达 还有日级的山下良美等三人 都将担任主裁判 见识呢也将成为球场上面的亮点 另外呢卡达也是有史以来最小的主办国 面积呢他其实是只有 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 大约是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但是呢却被球迷育有最富足的 最富有的士族 毕竟呢当地是有各种王室啊 还有富商 早就在赛前呢就是花了 一大笔的金额来购买这个顶级包厢的位置 那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他们还出动了王室卫队在场周边巡逻 那么接着呢是这一次 士族呢是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天举办 因为呢卡达的夏季呢将近40度 所以呢国际组总呢也将赛事移到了冬天 另外呢这一次的世界杯 除了球赛西京周边的商品也是一大的亮点 而且将近七成的商品呢 其实都是来自大陆浙江的义乌 小童纪念品到比赛用球大道场馆建成 还有球迷村其实都是由大陆的包办来建成的 甚至他们还送了两只大熊猫 作为开幕的祝贺礼 不过有趣的是呢分别叫做金金 还有四海的两只大熊猫 他们其实只听得懂四川话 因此呢也让卡达的饲养员好头痛 笑说现在开始要说四川话 坐在地上优来的享受美食 吃饱了就到处走动 熟悉全新的豪华住所 这是2022年世俗赛主办国卡达 说到来自大陆的最萌贺礼 但问题是两只土生土长的四川猫熊 只听得懂家乡话 一听到熟悉的语言猫熊立刻动了起来 四岁的金金是调皮的男孩 三岁的四海则是活泼的女孩 接下来将住在卡达15年 但也苦了饲养员 得从现在开始 每天苦学四川话才能够与猫熊沟通 两只猫熊在新家适应的很好 每天要吃十到十五公斤 从四川运来的竹子 目前已经胖了三公斤 如果那个飞机烟雾 还是什么的原因 飞机不能从中国那边过来 我们也开始从欧洲那边 看有没有竹子可以供应 接下来饲养员除了得努力学语言外 还得跟他们斗志 因为猫熊可是很调皮 看看这只猫熊怎爱跑出来玩耍 扰乱了饲养员工作 把他关回房又钻了出来 怎么讲都讲不听 另外这只猫熊宝宝也爱到处的乱跑 让妈妈理智线瞬间断裂 打了一下宝宝的屁股 好好的教训一番 记者组合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